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1年10月23号星期六 优酷最新综艺《鱿鱼的胜利》出了麻烦 据说这是一次智力与体力的大挑战 也是一场大型儿时游戏回忆沙 无论从节目的名字还是游戏内容 还是海报上粉红色的圆圈、三角、方块元素 都让人联想到Netflix最近的爆款韩剧《鱿鱼游戏》 这个海报公布后,连中国人都开始批评 认为这是明显的抄袭 谁看了都会觉得是抄袭游戏 这事还被韩联社、JTBC电视台等多家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网友说,他们这么没创造力吗 韩国议员金胜珠曾经发表 中国电视台疑似剽窃韩国节目版圈现状分析 从2014年到2018年 多达34个韩国综艺节目被中国剽窃 知名的韩国综艺节目《我家的熊孩子》 被中国抄袭成《我家那小子》 丛林的法则成了中国安徽卫视《我们的法则》 Produce 101第一季被抄袭成《加油梅少女》 第二季被抄袭成《偶像练习生》 饮食堂被抄袭成《中餐厅》 校立家民宿成了《亲爱的客栈》 其中爱奇艺更创下了山寨界的记录 2018年4月的坎城国际电视节 《国际节目模式保护协会》发布数据显示 爱奇艺的偶像练习生 与韩国综艺Produce 101相似度高达88分 满分100分 刷新了侵权相似度世界记录 成为史上抄袭之罪 之前我的一个视频讲了华为一系列的抄袭大作 在中国抄袭成风 不能一一列举 用华为举例子是为了说明在中共支持下 形成的系统性抄袭风气 是蔓延到了全社会的各个角落的 你看习近平把什么东西都管得很严 但是真正能够恢复中国传统道德 提升中国人素质 鼓励聪明的中国人 把聪明用到造福人类的活动上去 中共没有任何作为 因为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跟中共的根本利益不相符的 中国人整体道德水平提升 具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创新思维 聪明才智都用在如编程随想这种能够启发公民思想 活得像个人样的社会活动上去 这才是对中共政权的最大威胁 华为内部的纵容 甚至奖励盗窃知识产权 就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缩影 政府都这样 大企业都这样 社会风气如此 在中国的其他企业 媒体公司能不是有样学样吗 抄袭 造假 大家都习以为常 哎哟 习以为常 我不是故意用习这个字 不是为了挑战文字语 说一套做一套 那对中共是习以为常 习近平为了讽刺西方民主 刚刚说完 人民是不是当家做主 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 为了揭穿人大代表这个谎言 709大抓捕的两名维权律师的妻子 王俏领以及李文足 维权人士 野静桓等14人 日前共同发表宣言称 将参选11月举行的 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 你不是说人民参与吗 他们就真的参与了 果不其然 这几天他们受到政府人员各种限制 甚至被软禁或强制旅行 便义和居民委的工作人员 除了阻挠这几位人大代表参选人 还拍照记录现场情况 人大代表如果被这样的人选上去 这个政府还能存在吗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中共的根本利益 就是跟中国人的利益对立的 尽管冲突的表现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冲突的严重性 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和行业特点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习近平又说了 民主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 是否民主 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 人民监督和制约 习近平是真敢说话 处处戳自己的痛处 踩自己的红线 还得伴着没有事情发生 他敢说 还真的有人敢信 媒体被称为第四权 很大的功能就是起到监督作用 郑州泄洪造成那么多人死伤 中国人当然想要真相 突然中国媒体的焦点变成了吴亦凡 10月21号 沈阳燃气爆炸 现场就好像灾难片的场景 惨不忍睹 这么大件事媒体不应该紧跟着调查采访吗 结果李云迪嫖娼被抓登上热搜 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 前几十名搜索结果中 非常少关于沈阳的消息 人们不禁要问了 中国的记者都去哪了 原来记者们被要求每年必须参加 不少于90小时的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的对象是从事新闻采编岗位工作 并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们 记者们要把政治能力建设 贯穿继续教育全过程 中共的记者证每五年缓发一次 2019年新版记者证缓发年的时候 中共也曾以记者证作为条件提出要求 当时要求记者证的申请者 必须先通过学习强国 手机APP的考试 带了紧箍咒的记者们 就不能指望他们公开在媒体上说出真相 虽然他们在继续教育营的环境 会比新疆的再教育营要好 但是对于有良心的媒体人来说 被洗脑是那种心理上的折磨 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家都在问呢 就这么下去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本来还有一点点希望 也都被消灭了 在国内还敢于说点实话的媒体 比如偏向于自由派的财新网 以长篇调查报道建长 媒体的调查记者 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职业 但是自由派调查记者 都是当局这几年的重点打击对象 不需要调查 一切消息来源都被控制了 到时候过来拿通稿就好了 中共网信班发布新闻信息稿源白名单 财新网落榜了 财新传媒的创办者胡舒立 被认为是王岐山的密友 有后台相对比较有底气说话 但现在的大环境下也不允许了 我们还能记得的财新网重大事件报道 是去年3月23号武汉开放各殡仪馆领取疫情期间去世人员骨灰 财新网披露 仅汉口殡仪馆两天就到获了5000个骨灰盒 几乎是两倍于当时官方报道的武汉市死亡数字 而这仅仅只是武汉一个殡仪馆的数据 武汉市有8个殡仪馆 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武汉和湖北省的真正死亡人数 但是财新网的这种报道会被历史记住 中国原本还有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公民记者 比如陈秋实 陈秋实恢复自由身之后非常低调 跟徐晓东做了视频跟大家报平安 但是不能公开说他的遭遇 我们从中共的手段可以想象他经历了什么 一个充满活力神采意义的人竟然被抑郁症困扰 他的推特上发出消息说 微信刚开了几天只发了演讲培训班的消息就被封掉 原因是传播恶性谣言的违法违规内容 他说生在不讲道理的地方 学了一身讲道理的本领也没有用 这就是普遍被重点监控人士的遭遇 怀才不能施展 基本的社会活动都被限制甚至阻止 肉身不在在教育营 却也是在遭遇内心的煎熬 但是陈秋实在武汉肺炎爆发初期 冒死在武汉给我们发出的报道会被历史记住 郑州泄洪事件没有陈秋实 沈阳爆炸没有陈秋实 中国还有公民记者这个职业吗 中共正在为封闭做准备 尽管他也不想封闭 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死了那么多人 邓小平时代天安门大屠杀 蒋泽民统治镇压法轮功 至今还在继续致命迫害 到了习近平时代开始半公开对新疆人迫害 余茂春说习近平是理论中毒很深 我觉得这个评价入目三分 习近平真的认为共产主义由于资本主义 虽然中国现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骗自己罢了 但是他们这一类统治者会认为 死很多人可以是社会向前进的代价 统治需要 以前死了那么多人不都没事吗 大不了中国人真的吃五到十年草 不就扛过去了吗 现在的中国不是以前的中国 习近平这么做就是在把中共和世界对立起来 把自己和中国人对立起来 太多人都在看笑话 真正倒霉的是中国人 有些人被卖了还在帮着数钱 包括五毛和小粉红 这两天火得不得了的玻璃心观看人数突破1100万 黄明志晒出各个国家歌曲热门榜 玻璃心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排了第一啊 马来西亚排第二 有人说东南亚被中共骗的华人很多 不过大家对这类歌曲还是很喜爱的嘛 腾讯网在20号报道 新加坡知名品牌咖啡厅亚昆的南京仙灵精英店 因播放的宣传片中将台湾与中韩日等国家 并列为国家被检举到市场监管部门 以备立案调查 此事被上传的网络后引发小粉红的怒火 有小粉红说连中国主权都不尊重 还想进中国市场赚中国人的钱 这都是套话 亚昆也被迫道歉 反正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唯一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世界一次次看清 习近平要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是什么 世界要忍受霸凌到什么时候 拜登刚刚在采访中说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 对中共和台湾的态度在美国成为两党共识 美国政府高层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 战略模糊政策看来要成为历史 被提名驻华大使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 还谴责中共在新疆西藏的人权侵害行为 曾经被晋升的NBA出现反转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坎特周三在推特上 发布一段两分多钟的视频 表达了他对西藏的支持 谴责中共政府对西藏的残酷统治 并支持西藏自由 批评习近平 坎特又在推特上发布另一条推文 并附上印有自由西藏字样的鞋子 欧洲议会20号在史特拉斯堡全会以580票赞成 26票反对 66票弃权 以这种极为悬殊的差距票数 表决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继合作报告 报告建议欧盟与会国密切合作 强化台湾与欧盟的政治关系 欧盟视台湾为其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及民主盟友 台湾欧盟交流应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 报告也重申 欧盟强烈支持台湾 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多个世界组织 报告也欢迎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 那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会出现台湾代表处呢 中共是不是离世界越来越远呢 今天讲的抄袭是可耻的 压制媒体封住中国人的口是可恶的 对外欺凌弱小 嚣张跋扈是可悲的 哪怕我们不能做什么 心里要分清善恶 强权下手中与权力的人 对好人网开一面 留下善良的种子 也可能是无生救国的一种途径吧 不然未来子孙生活在没有中共的环境里 如何看待我们呢 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 他们会愤怒 他愤怒不是强权 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点赞 多多留言 订阅小木探天YouTube频道 也欢迎去视频说明栏 加入小木savechat频道和电报公告群 不要错过小木的视频通知和日常动态更新 也非常感谢一直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